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还是和吴老叔继续到山里面检军 主要去寻找那个白葱卷 这两天我们这边的白葱卷也比较少 也比较值钱的 大家还记不得我们前几天检的那个小小的白葱卷 不知道还在不在 如果还在的话构计能长这么高了 我们现在赶快出发去看一下 碰下运气吧 吴老叔那里 开张了 我赶快过来看一下 我真没看到呢 哇 原来是在这边 我这里看这边看到有小蚊子 哇塞 大货大货 才来就干了两朵大货 在这个草下面掂着很难发现 两朵都是嫩咕咕 不错不错继续加油 上面这里又有和那一朵香叉和这边这两朵香叉没几米远 今天运气好了吗 大家遇到没有 大大的这里 比小蚊子钉 这个话比小蚊子钉 我们先去拔它拔它拔它 像这个叶子下面的葱圈就是粉粉亮亮的 帽子颜色特别好看 哈哈哈 老铁妹 终于轮到我了 小时小了点 但是也还暖得上手了 今天的第一朵卷子 不错 我老师已经找了好几朵了 我已算开张了 哈哈 不容易不容易 又发现了 大家也没注意到 好多小蚊子在这里钉 所以我们到山里面钉区嘛 要有小蚊子钉区 就注意一下 一朵白葱卷 纯粉嫩嫩的 很不错 还记得挺肥挺大的 我们从这里顺着下去 跑到另外那座山里面去看一下 新早上开门红 还不错 开张家又连续找了好几朵了 哇塞 老铁妹 大家看到没有 在这个光烈烈的地方 你看这些生毛盖着 居然看到一朵大货 哇这朵 好棒找一朵 好好的拔 不要把它拔弹掉 给它盖起来 这么大一朵 这一朵的话至少有一个 一两朵二两左右 比较重的 还是多嫩的 嫩的就比较值钱了 这里又发现好货了 看在那个生毛下面 在上里面走卷 主要还是要留一个小蚊子 留下蚊子的地方 多半就有这个卷了 这个蚊子来钉这个卷子 哇 这边这个卷 挺肥的 肥嘟嘟的特别的漂亮 我们继续周围附近 好好的看一下 一般都是一朵两朵 在一起的 哇 这里又干到火石了 生毛盯着高高的 被我一爪子下去 又把它抓开掉了 现在生毛下面的卷子都比较嫩的 不错 现在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会 搞点糕点来吃 喝汤口水 老爷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这个包就是我的装东西的 我们每天来捡军 通常都会搭点吃的 干粮 走路来就吃点 太热了个天气 不穿这个厚衣服也不行 不穿光光窗里面的褐子的话 回家痒得很 我们这边的卷出的时间挺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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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露之类的 它是在后面处 它是在后面处 什么卷子 什么卷子 黄奈头 这个黄奈头 漂不漂亮 这个是上次我们发布的老卷子 今天又长出来一朵 夹起来 说不定过两天又有了 山里面好多的这个茶油果 实在是太多了 如果是放到以前的话 早就把它载回家了 但现在基本都没有人 炸这个茶油了 因为感觉太麻烦了 因为感觉太麻烦了 好多 这里也干着火石了 就这么黑黑的 这个一看就是酸豆卷 画一下给大家认识一下 哎呀 有点坏掉了 这个不能够了 酸豆卷和那个核桃卷 比较相像 它的菌感上它是一口子的 这个是可以吃的 味道嘛 一般般 带点酸味 所以取名酸豆卷 所以取名酸豆卷 就它在这里吧 已经里面已经药不成了 老铁咪 这里一干的火石 一小饼子 小饼子给它拿着算了 原来就把它炸到一边 漂不漂亮 看 这个地方又有发现了 我们就要大的多就行了 小的 给它盖住 有好多 好多小的 给它掺起来 看一下昨天养着的 昨天养着的那一朵 今天都长这么大了 这个菌的生长速度比较快的 给它拿着 这样就是大菌 这里也看到了好多小的 我们使它盖住 这两天这个小的也太多了 两个三五天它就长不大了 大家还能否记得这个地方呢 这里就是我们上次养着一窝的地方 然后去上面那里也看到了 现在都已经被人家放下那个样子了 我们看一下还能不能在了 还在不在 我记得就在这里了 哎呀 你看 都被人家给霸走了 可惜了可惜了 如果是不霸走的话 它应该也好大了 养着个菌嘛全靠运气 把人家给霸走了 咦 看上面这个地方 看到一朵 哎这个就没必要养了 可以给它拿着了 再养再养就变成人家了 这个已经算是大菌了 前两天我们养了十多个游户 都被人家给霸走了 养了个菌子 哎呀看不看 清靠运气 哇朋友们 这个地方 又看到那个酸豆菌 帮一下给大家看一下酸豆菌 帽子点黑黑的 然后菌感是黑黑的 有点点瘦香 还不错 跟酸豆菌炒出来嘛 也还可以吧 味道一般般 大家认不认识 我老师前面这里 就看到了 跟上大火 那下面 你还要买下光子 你人们往到下面 卷子们也在下面 这边 这个菌感挺肥的 要盖起来 说不定 旁边这里 好小 过两天又有了 朋友们 在这个地方 看到几朵这个胭脂菌 好多朋友都不认识 胭脂菌 像什么样子 还有个叫胭脂菌 带点紫色 它颜色是不怎么红的 这个胭脂菌 下面这里也好多 这个胭脂菌和那个大红菌相比就差太多了 大红菌可以卖几百块钱一公斤 这个胭脂菌就是十来块钱 颜色它就没有大红菌正宗 而且它这个比较单薄 这个叶子太薄了 这个杆杆是空心的 这个杆杆是空心的 这个我们把它抹回去 我们自己也可以超小吃这个 味道一般般 哇 这个光溜溜的地方 发现了好多这个小的 这个实在太小了 我们现在不要了 这一朵拿着 这朵还可以有了 那里也是小的 给它盖着 我老师前面这里 厨师也看到了 行太多了吧 给菜单站出呢 这朵可以算是大货了 还可以 大家还认识这是什么吗 哇 山里面这个野山江 好多啊 有人特意到这个山里面挖这个野山江的 是不是可以入教呢 我们这个山里面太多了 还比较小这一只 哎呀 这个天气实在是太热了 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就准备回家了 现在一块十点半十一点了 天气太热在里面减迹 感觉身体上面好痒 像以前 卷子比较多的时候嘛 我们基本上都是一天到晚的在山里面 找到到卷子的话就比较有动力 像这一只卷子也比较少 鱼也不下 找着都没有动力感觉 还是给大家看看今天的收获 你看 你看 篮子底上这么多 也还是不错了 今天估计差不多有个一公斤左右了 仪式 今天这个都比较绑着的 都是大白葱 像红葱之类的比较少 红葱卷相对要就比较广钱了 红葱黄辣头 像这个黄辣头 这几天可以买到一百八十块钱公斤 黄牛肝卷 闻起来还是挺香的这个味道 白葱卷的葱味嘛 它就没有那个红葱的重 味道相比最下就没有红葱的香 所以市场价格嘛 它就没办法和那个红葱比 但是我妹妈比较喜欢吃这个白葱 白葱嘛它独性 没有那个红葱的家 都都续续还是找到好几多了 今天找的这些都是嫩的 发现了好多那个小的 那个小圈的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都拿不上手 陆陆续续才刚开始是输入的 如果像这样再下个一场雨的话 多的都不用 下个一场雨以后 那个小的就长得比较快 上里面中间更多了 而且像那个青头卷之类的 都很少 那个卷嘛 要得那个 那个卷嘛 要是下个雨之后 它才会陆陆续续出的 现在我们就回家了吧 火罗树已经在下面了 跑得非常的快 我感觉和老鼠走卷嘛 都是跑着走的 走了 今天的视频就和朋友们分享到这里 感谢朋友们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